- 大家好我是王智云医师 - 大家好我是黄文琪医师 - 那我们上一集呢 - 之前有邀黄医师来分享他4加2的整个心路历程 - 不过那时候好像有讲到说 - 你剪到了某个题词就不想要再下去了 - 可以知道他那个原因是什么吗 - 因为其实那时候我是从33%开始 - 然后当我剪到28的时候 - 然后我po我的照片 - 然后就有很多人 - 包括我的老师嘛 - 说你不要再剪了 - 看起来没有精神 - 现在很累很憔悴 - 然后我不管啊我还是要剪 - 但是呢因为我知道 - 因为我执行外科嘛 - 所以我知道说我有很多武器可以用 - 可是当我就是真正想要停下来 - 是因为大概到体脂大概到26 - 甚至进入25点多那个时候 - 已经快要掉到25下的时候 - 我发现我胸部不见了 - 所以也是因为有些东西 - 就是会在医生女生想说 - 我不要再继续剪下去了 - 不过脸这个真的是蛮常见的 - 因为我比较遇到的是那个年长女性 - 因为年长的女性她们都有种 - 我年纪大就要蓬佩一点 - 比较有福气 - 如果说她的体脂率还是非常高 - 可能就是37 38% - 但当周围的人说 - 你有点散诶 - 那个脸瘦什么的 - 她就因为这个脸瘦 - 而不管她的肚子有多大 - 或那量脂肪有多高 - 就是等于说脸凹这件事情 - 可能就会阻止她去变健康这件事 -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33% - 又开始之前 - 我也是面临一样的问题 - 你知道吗 - 就是我的脸看起来还蛮OK的 - 就是够膨 - 可是其实我的肚子已经就是 - 很撑了 - 是 - 然后那时候 - 就是我真的想要检视 - 因为我发现我吃饱的时候 - 我肚脐会痛 - 是一个内肢脂肪的警示 - 真的会觉得肚脐很弱 - 因为伸过以后腹子肌都会有点裂 - 然后肚脐就是最容易裂开的地方 - 我真的吃饱肚脐痛 - 真的超夸张的 - 所以我就觉得不行了 - 就算脸再怎么凹 -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脸的状态是OK - 因为我想说脸一定会凹 - 但是没关系 - 反正我就攻气私用 - 反正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弄 - 我就是剪了 - 先剪再说 - 因为其实在我这边 - 就是我之前过去的减肥经验 - 我帮别人剪也是一样 - 我知道单纯就是如果只是低热量少吃多冻 - 最常看到就是会脸凹 - 没有精神 没有气色 - 所以后来我的疗程里面 - 我会加一些像是胶原蛋白或维他命C的补充 - 其实因为我想要降低这样子发生的几率 - 因为我们知道高蛋白饮食加维生素C - 这个是胶原蛋白的原料 - 那我给它更多 - 可能就可以启动这些胶原蛋白合成的基因 - 去做这件事情 - 那胶原蛋白最容易流失的地方 - 一个就是我们的脸嘛 - 对 像胸部也是有一些就是胶原蛋白跟结底组织 - 那我后来发现真的提高这个量之后 - 有些人他的脸就比他过去还要不容易会掉下来 - 但有一个例外就是 - 如果他过去的碰回是脂肪撑出来的 - 那个真的没有办法 - 因为变成说你当初是因为脂肪太多胖 - 所以脸看起来是碰的 - 但你今天脂肪全身均匀的瘦 - 你当然那个脸的大灰原形 - 因为我们的脸的脂肪比较薄 - 但是我们的肚子脂肪很厚 - 所以当你全身均匀的瘦一公分的时候 - 你会觉得脸瘦很多 - 但你会觉得肚子没有感觉 - 它是均匀的一公分 - 然后我都会鼓励他们说 - 这脸已经不会再瘦 - 因为脸的脂肪就这样 - 但是你的肚子还会继续再瘦下去 - 所以不要因为脸的一公分 - 就放弃肚子的还有好几公分的脂肪 - 所以我就想说 - 如果能够让他们知道未来还有什么方式 - 可以拯救你这些 - 本来就流失的胶原蛋白 - 那你的脂肪即使都消失了 - 你还是可以有其他补救方式 - 可以让你的脸回到那个青春的样子 - 其实如果说是要填补脸上脂肪流失 - 它一个很直觉就是做抽脂补脸嘛 - 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有大量的脂肪可以用 - 它都巴不得你多抽一点 - 但手术之后你要吃抗生素 - 然后过程中其实手术是一个压力 - 其实这个我觉得对于说 - 持续的减脂这件事情 - 它就没有好处 - 而且你又瘦了它又剪掉了 - 那你这样子就会觉得 - 到底在干嘛 - 原地踏步 -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 - 还没有剪到理想的体脂之前 - 最适合的方式就是 - 用微整形的方式去做填充 - 跟做胶原蛋白的一个支撑 - 那也就是讲就是说 - 填充剂 - 或者是玻尿酸 - 玻尿酸 - 其实有蛮多产品的这种填充的东西 - 然后还有电波的一些治疗 - 因为电波可以就是帮助我们的 - 表皮的胶原蛋白增加 - 而且帮它紧实嘛 - 但是如果是阴波的话就比较不建议 - 因为比较少一点 - 因为其实很多人打阴波的时候 - 反正是脂肪是会比较变瘦的 - 会变成就是它又更熟了 - 对对对 - 所以就变成说 - 其实我们在这个增绩的建议 - 会建议它是在 - 全部都剪完到毕业之后呢 - 还在中间 - 哈哈哈哈 - 这中间就可以做了 - 其实如果你的皮脂啊 - 就是很顺利的在降 - 你有发现说 - 不是很辛苦迪迪迪壮壮 - 就是它很稳定的在下降 - 那当你发现你的脸 - 开始已经有一些凹陷 - 然后走进电梯看到镜子 - 已经很多阴影的时候了 - 其实那个时候就可以考虑预先做填补 - 因为像现在 - 比如说像玻尿酸1.4这种 - 它是打了之后 - 它马上就会顶起来 - 对 - 有塑效的嘛 - 对 - 你真的觉得来不及了 - 要急救了 - 你就打这种 - 那如果你还在进行当中 - 你可以打一些 - 譬如说GATRA - 或是打一些SFIL - 这种就是胶原蛋白的增生剂 - 那这个的好处就是说 - 你不会突然脸膨起来 - 然后被发现 - 你如果不想让人家发现的时候 - 你可以打像这样子的增剂 - 它胶原蛋白慢慢涨 - 慢慢涨 - 对 - 那是不是我们这样吃一个高蛋白 - 或是胶原蛋白 - 维他命C等等的补充 - 其实去搭配这样的增剂 - 也是会有一些加成的效果 - 会加分 - 会加分 - 也就是说你这边在刺激它增生 - 然后你又给它原料 - 其实蛮好的 - 真的耶 - 所以其实就是大家不用担心 - 在剪的过程中会觉得气色不好 -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方式 - 可以让你在瘦下来 - 身体的要求嘛 - 那如果你在对自己身体的外形上 - 有要求的同时 - 你对你的脸的外形也有要求 - 其实真的武器很多啦 - 现在不像就是以前了 - 以前那种古早时代就只能开刀了 - 皮太垂就只能把皮切了 - 已经不是那个时代 - 现在武器非常多了 - 对 - 所以就要给大家一个正确的观念 - 就是说第一个可能我们今天 - 脸感觉瘦下来了 - 只是因为你在减脂 - 所以你的脂肪下来 - 你原本的那个圆形 - 你原本的那个青春造成的那个 - 摧残就会露出来 - 但出现了也没有关系 - 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武器 - 可以让你胶原蛋白 - 透过一些原料的补充 - 可以再增生 - 那这是脸的部分 - 想问一下如果说身体呢 - 因为有些大体重的病人啦 - 他的确是在减掉之后跟我说 - 他有些皮垮肉送的情况 - 那这样有没有什么可以处理的方式呢 - 这种巨量减肥的客人 - 其实他通常就是变成是说 - 要把皮给切了 - 除了像这样子的病人 - 因为以前像这种巨量减重的病人啊 - 大部分就是常见在手术之后嘛 - 但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说 - 他就是in between - 就是在这个没有那么夸张 - 但是他可能就是的确是体态有点走山 - 比如说他的屁股垮了 - 对 - 或者是说他的胸部垮了 - 对 - 那这种他治疗的方法其实就是 - 比如说肢体补胸啊 - 或是肢体补胸部 - 或者说肢体补屁股 - 然后当然这个是在他剪完之后啦 - 所有这种雕塑我们都建议就是 - 雕塑的手术都要在你减重完成了 - 建议维持期的时候我们再来进行 - 会比较好 - 果断龙乳这也是一个考虑 - 对因为其实蛮多女生在生产完 - 他其实胸部就已经垮了是空的 - 可是靠脂肪勉强撑住 - 当脂肪一减少的时候 - 他又会说什么 - 手缘形毕露 - 就是 - 所以就是说这个坠皮的部分啊 - 在这个枕外都是可以处理 - 那就变成说是 - 有没有什么样的人 - 他会有比较大的风险 - 可能他之后瘦下来是会有 - 比较多坠皮的 - 因为不是每个人一定是减很多就一定有坠皮 - 而是应该会有些风险吧 - 例如说胖太久 - 胖太久 - 然后皮已经撑得太开 - 或是像有些人他是反复反复在胖 - 对我觉得反复减肥的人 - 真的很容易被撑开 - 因为他瘦了又撑 - 瘦了又撑就是一人难进的这种人 - 对对对对 - 你就会觉得看着他的身体 - 你就会觉得说 - 这真的皮肤切掉好像不行 - 对因为虽然说有人讲 - 只要你减重过程中你的肌肉有维持住 - 那你就比较不会松 - 但是我发现 - 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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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这件事 - 肌肉没有多厉害 - 为什么肌肉有维持住 - 它不会松太多 - 是因为有很多人他减重 - 是肌肉不健嘛 - 对 - 你脂肪已经没有了 - 然后你肌肉也不健 - 那你就直接垮掉 - 就更松 - 所以你肌肉有 - 那当然是可以撑得比较多 - 可是不代表他就会因为这样 - 你的多的那个皮就会消失不现 - 对真的 - 因为我发现就是有一些很胖的人 - 例如说我之前看到一个最胖的是 - 是体脂率71%的女生 - 这是我的目前看的病人里面 - 就是最高纪录的 - 对 71% - 那你看到71%的体脂率 - 那你看他剩下的那2-30% - 要有骨骼要有水分要有肌肉 - 所以其实他是肌小症 - 他的肌肉是小的 - 那你说我就算是把他肌肉 - 从终到维持得很好 - 但他的脂肪70%减下来 - 那个空腔有多大 - 对 - 我觉得那种觉得别人有 - 坠皮一定是因为 - 就是瘦得不健康 - 或是剪掉肌肉的人 - 其实是因为 - 远远大于我们的肌肉 - 尤其当他的这个脂肪重量 - 又远远大于肌肉的时候 - 所以那个空间撑开这么久 - 我觉得就算他做再多的重训 - 我没有办法跟他说 - 你做重训 - 你做肌力运动 - 他就有办法没有罪皮 - 那是不可能的 - 所以其实我后来遇到这种 - 就是病态性肥胖 - 可能例如说要减个 - 4- 50公斤以上的 - 我会先预告说 - 我们就是尽力的 - 就是减少肌肉的流失 - 但是如果你胖的时间 - 例如10年20年 - 那你要有心理准备 - 他不像是怀孕 - 可能10个月肚子撑大后 - 还是可以回得来 - 因为时间超过好几年 - 有可能他就是整个都松掉了 - 对 - 对 - 就可能还是要做这个 - 醉皮手术这样子 - 因为他可以问一下 - 这个手术的价格 - 现在在市面上落在哪里 - 其实要看手术的范围 - 范围跟部位 - 对 - 所以其实价格很难估算 - 还是要看到病人本人 - 因为有人他就这么小只 - 有人这么大只 - 他一定落差很大 - 对 - 所以就是说 - 还是要给临床医生去评估 - 说大概要修到什么程度 - 那就是如果说 - 今天他已经是做这些 - 刚刚讲一些非侵入性的方式 - 有没有哪一些是 - 到最后除了醉皮手术外 - 还是需要做侵入性的一些疗程呢 - 就减肥过后的人 - 当然就是除了 - 因为醉皮是一定会被看见的嘛 - 对不对 - 那其他的当然就是看在不在意 - 比如说胸部 - 龙乳的手术 - 然后或者是像一些 - 臀部雕塑的手术 - 臀部雕塑 - 这完全就是看个人 - 因为有人他就是不介意 - 他觉得他瘦的健康就好了 - 那这种当然也没有必要 - 非得要做手术不可 - 是 - 其实整形跟整形美容这种东西 - 它很像是就是一个对于 - 生活形态的一个要求 - 对 - 他想要他有手 - 又有胸部 - 对 - 那当然他可能就是需要 - 接受手术的帮忙 - 对 - 临床上的确是有 - 我有看过他真的又瘦 - 他胸部又很大 - 就乳腺的量真的很多的 - 好令人羡慕 - 但是这种真的是少数 - 对 - 但是跟天生有关 - 所以我们之后还会有一集 - 是专门要来讨论这个 - 胸部的部分 - 对 - 其实说希望今天这集 - 让所有就是预备要减肥 - 或正在做减肥的人 - 可以知道说 - 如果我们中间遇到的这些 - 不管是脸部的流失 - 或是未来坠皮的问题 - 其实都是有方式可以解决 - 一定可以让大家在 - 寻求到健康之后 - 又可以变得很美 - 好 - 那我们今天很感谢黄医师 - 来这边帮我们解说 - 那下次再请黄医师 - 来跟我们讲下一集 - 胸部的部分咯 - 好 谢谢黄医师 - 好 大家再见 - 拜拜 - 拜拜